嗨大家好 小手打板惠玲自作的花苞连衣裙 已经做好了 这款裙子呀 适合肉敦敦大个子的奶奶妈妈们 到了夏天我们不一定非要减肥 同样也可以穿得非常的漂亮 两款电脑板 以寸为单位的 以厘米为单位的 想要什么的 全部免费分享给大家 需要的可以私信跟我联系 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 首先我们定一下这个衣服的长度 我打的是118厘米 这个的话就是折层的四层 后面直接打领宽10厘米 然后打二分之间宽 19.5打个39的间宽 那么直接向下一个四 做尖斜线 从尖低点这个位置 向下22厘米 我胸围线 后面的宽度呢 打25 整个的胸围量就是100 冲间量呢 打一个两厘米 平均分为一个两等分 向下一厘米 化顺这个修弧线 从上平线向下40厘米 打一个腰围线 长度我们先不管它啊 然后呢 从腰围线向下40厘米 打一个分割线 这个的宽度呢 是40厘米哈 底板呢 收一个5厘米打35厘米 这个分割线这个地方 我们找到它的一半 就是20厘米 咱们给它做一个审 审做多大呢 做5厘米哈 然后从夜窝点到这个点 咱们进行连接 铃身打一个2.3到2.5 刮顺后的铃围线 刮顺后的铃围线 这个整个的后片板就打完了 接着我们打前片啊 前片咱们先给它下落一个1厘米 不打松绳,所以厚片咱们要稍微高1厘米,前面低1厘米 然后这个领绳打的比较深,打了13厘米 因为这个我们要做一个,等一下要做一个宽边的 然后换顺整个领绳线 肩宽长保持同样的宽度 前面呢,咱们就把这个向里收一个0.5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口袋,口袋呢,是从这个腰围线向下一个 13厘米 口袋的开口的宽度也是13厘米,因为我们手掌的宽度差不多这个 我们定一个标记,咱们先剪后片四层一起剪 这个是净样板,要留缝缝的 关键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如果你是打的指样板的话 你就把上部和下部把它进行分开 如果像我这样直接打的话呢,我就直接将这个剪开 那么在做这个缝缝的时候,你都要留小一点 这个我就直接照着这个剪刀啊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我的教程能给您的学习带来一丝丝的启发 请将它转发给您顺便的家人和朋友 我是爱做衣服的胡小小,明天再见,拜拜 by bwd6